嗨 大家好 我是Maggie黄江美盈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周五纽约聊天室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纽约的私立学校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在纽约尤其曼哈顿 有很多非常有名的精英私立学校 为什么它这么有名呢 因为当然第一个就是这些私校 他们的长春藤明校跟Stanford MIT的录取率都相对的非常的高 那再来是他们也提供了非常完整的一个孩子的品格的一个就是培养和成长 那第三就是当然是他有非常多的未来的人脉网络的建立 也帮助了孩子有很多的这个无限可能 那所以呢很多家长都趋之若无希望可以去申请这些学校 那这些学校的学费当然也不便宜 一间学校的平均一年学费大概从五万五美金到六万六万三美金不等 所以是算是对于一般家庭都是个很大的开销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家长愿意去尝试 因为他们例如很多的私校 他们都会提供一些特别的program给不同才华的孩子 他们都会通常有些学校会有个独立电影的制作 或者是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科学实验室 让孩子可以做科学 然后就会有成品就可以去发表 那电影一样也是可以去制作发表 所以让不同才华的孩子在小的时候 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让他们去走 所以也不是说每个小孩都一定要很会念书啊 一定都要申请到就是什么用数学和这个英文去做这个升学 那么这些学校都在哪里呢 大部分都在上东区和上西区 上东区八十街到九十几街 上西区的这个八九十街那边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学校 谢谢